Hey everyone 好久不見 我們終於復活了 我們兩個都得了COVID 所以 是他先得 然後傳染給我的 我錯了 Anywa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七月的Favorites 就是你知道保養皮膚是不能停的嗎 總時候你就知道哪一個是你最愛的 然後是最有效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最近在用的保養品 還有我們最近在吃的保健品 因為我們現在是COVID後面 可是其實還是很容易累 需要每三個小時睡一個覺那樣子 對 說實話 我們的那個症狀沒有很嚴重 就是超級累 就是睡了很多 然後喉嚨痛可能就三四天那樣子 就像吃玻璃的感覺 我最近收到Me Today他們的新產品 第一個是這個 Me Today的植物膠原蛋白的噴霧 它有一整套的產品 可是它噴霧是新出的 我這一陣子一直用它 因為很熱 夏天 很方便就這樣 然後有時候噴這種噴霧就是 你噴完之後滿臉都是水 然後它就是很很慢的吸收 可是這一瓶之後拍差不多五下 就完全吸收 非常喜歡這一瓶噴霧 因為它不只是保濕 它真的是有緊緻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很多鬆弛的問題 可是就是你知道要預防 因為我已經 老了 沒有你老 說實話這個我用的保養品比較少 但是我每天都會用的是 Daydue 這個瓶床其實是蠻亮的 Daydue呢 它說實話它是一個蠻簡單的 Moisiturizer 一般是白天用的 我最喜歡用它來 就是刮鬍子之後敷一下 蛤真的假的 我覺得它是有一種 我不會說消炎 就是 因為重點是你 就是你刮鬍子之後 你很容易 就是如果 就是小小的傷口 超級保濕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Chamomile 會繞你的皮膚 不會覺得那麼敏感 哦 那麼磁刺的 沒有那麼磁刺的 對啊 對啊 就是 After Shave 然後 然後這個熱霜很輕 所以它不會堵上你的毛孔 這樣子就是不會 太容易 長出了很多痘痘 尤其是 掛完鬍子皮膚比較敏感 是的 我的第二個最愛呢 應該是 Renew加上Hydrate 就是把它混在一起 那個Renew 單獨擦 它有一點 稠 那你把它混一些Hydrate 它就是 延展的會比較好 OK 然後 然後我用它 因為我 剛剛得Covid的時候 我的皮膚變得 非常非常的 like texture 就是很有那個 texture 怎麼說 質感 就是很刺激的感覺 然後就是 紅紅的一塊一塊 然後就是 你這樣摸它不是滑的 它是有點這樣 就是 很 inflamed的時候 對 所以我會把它 我會擠一個Renew 然後擠一個Hydrate 然後把它混在一起 這個時候很多泛紅 都就是過敏的感覺 然後用了差不多 一個禮拜吧 皮膚就恢復 正常 正常 可能是因為想定的一個原因 我最近皮膚很慘 然後我也很懶 所以沒有敷了太多東西 但是 因為我很容易這樣痘痘 所以我發現 我就 這兩個產品在台灣 好像最近蠻流行的 一個是日本的 然後另外一個 好像是台灣的 我不太確定 第一個叫 Pair Acne 還有 Acne Methanol 兩個都是針對 痘痘的洗面 那第一個 Acne 我覺得 說實話 它是有點太強了 如果你把它當一個 Cleanse 它虛油 我覺得有點太強了 所以你 Cleanse完了 就覺得你皮膚很乾 什麼都被卸掉 但是 我覺得如果你是那種 就是偶爾我也會在胸口 還有背上 有一些痘痘 如果你用它來吸這些地方 我覺得非常有效 但是這個 Pair Acne 就是日本的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 就是在中間的一個 Cleanse 它的效果 跟Acne 是蠻像的 比較沒有另外那個那麼強 對 就是它喜歡 不會讓你的臉感覺這樣 咿咿咿 Like squeaky clean 就是沒有 squeaky clean 可是就是有clean 如果要總和一下 我覺得這個 在吸身體的那種痘痘 是很好用的 這個 我只有用了三天 但是我已經覺得有效 因為我下巴這個位置 也是因為戴口罩 很容易這樣痘痘 沒有那麼快 就是像它廣告放的那個 一天就 哇 第三個我最愛的 就是這個眼霜 這個我越來越在用 你的 發現越來越少是吧 你的 對啊 因為我每次用 就用一點一點 然後發現這兩天已經快要空了 其實這一瓶我已經用很久了 可是因為我前一陣子 一直在 試用別的眼霜 然後用完 我還是又回到它這一瓶 因為我覺得這一瓶真的是 非常好用 也是植物膠原蛋白系列 就是跟這個是同一個系列 它夠保濕 可是它不會 透露到就是會讓你長脂肪力 那樣子 我第一次用它 我覺得有點太好了 但是用久了我發現 就是 因為吸收得很快 對 它吸收得很好 就不會覺得油油的 喔 還有一瓶 還有一個 我們是說七月 我們是七月底才得COVID 所以七月初的時候 還有再化妝 本來也是Me Today 新寄給我的 叫做 卸妝凝膠 一般像你知道卸妝水 或者是 我不知道中文 Micellar Water叫什麼 反正就是那種卸妝水 是完全沒有任何油脂在裡面的那種水 有時候就卸東西就 卸不乾淨 那這個是 Micellar Gel 所以它是凝膠 然後我覺得它卸妝卸得非常的非常的完整 而且 不會很黏吧 對 就是譬如說你今天只有擦粉底 然後你只有擦 防曬還有粉底 那你就用這個卸妝 然後你再用你的洗面露洗 就夠了 哦 那也還不錯 所以它是可以卸得很完整 而且它沒有任何油 所以如果有接睫毛 或什麼的話也可以用 然後卸完之後就非常的 Like Refreshing 然後又不會覺得很乾 好 那我們介紹完我們七月最愛的 皮膚保養品 那現在要說到 吃的 因為其實生病的時候 他們會說 然後你要吃什麼感冒藥 BBBBB那些藥對不對 可是一般這種感冒藥裡面 大部分的成分都是 咖啡因 然後就是 讓你可以精神起來 可是你生病的時候 你就是要休息才對啊 我發現很多在亞洲的 感冒藥都是因為 就是讓你 堅持下去 讓你堅持下去 就是讓你把工作做完 就是讓你不要休息 就是要一直工作 我們就是想要好好休息 所以我吃感冒藥 我只有吃了 三天吧 然後我就改吃這個 Immune 它是一個 維他命C 它裡面有維他命C 維他命D 然後 Zinc Zinc 就是 muscle recovery 肌肉恢復 然後 它的 它最特別的一個成分叫做 Echinacea Echinacea叫做 脂椎橘 是一種花 它是幫助喉嚨痛 跟呼吸道 順暢 所以呢 在COVID的時候 吃這個 我覺得真的 很有效 就是它的成分是 非常適合這個 疫情的環境 OK 所以它裡面有 D3 Zinc Vitamin C 還有Echinacea 主要的成分是Echinacea 最多 然後你如果長期吃的話 可以 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力 第二個 這個 已經吃完了 對 空的 說實話 我 我一直 很懷疑 這種 保健筆到底有沒有用 對不對 對啊 對 我也是 我其實 以前都沒有在吃保健筆 因為我覺得根本就沒有用 可是 Ashwagandha的中文叫做 南非醉切 它的用處就是讓你放鬆 Ashwagandha主要是 就是解散你的壓力 我對這種保健筆一直有一點懷疑 因為我覺得 你到底能感受到嗎 但是 我用了這個大概三四天 突然覺得 比較 比較chill一點 所以 它的用處其實就是讓你放鬆 大家面對壓力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我個人我會比較拖拖拉拉 就是避免在做這個事情 如果有太多的事情 那我就會看Netflix 我就大遊戲那樣子 然後吃那個Ashwagandha就讓我感覺 就讓我有點慢下來 感覺可以一步一步來 就不用那麼急 就吃完之後就讓你放鬆 它不是馬上吃馬上放鬆 就是你長期吃它的話 你就會整個人就變得比較 Zen Zen 我來到台灣之後就是 不能不吃它 就是蔓越莓 蔓越莓 就是 到處都有 對到處都有 品牌超多的 就是好跟壞的差很多 就是有效跟美效的差很多 真的很大的差 這一瓶它是蔓越莓 裡面還有Vitamin C 然後它是30000mg的Cranberry 然後重點是它的 它的那個膠囊其實蠻大顆的 可是它的膠囊就是你 你聞它其實是有一個蔓越莓的味道 然後 因為我前一陣子尿到眼 然後我從來沒有尿到眼 那麼嚴重 我可能就一兩天 然後就沒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 那一次可能三個月那樣子 就膀胱就是 就是還沒恢復好 然後我吃了別的品牌的蔓越莓 就沒有什麼用 就開了一瓶這個來吃 然後是來過了兩三天 馬上就是那個Pain Spunny Relief 好很多 然後我覺得這個 就是它們的產品比較天然 那個味道卻是蠻強的 這個吃完之後是馬上有效的 因為它這個它是 High Do 所以是高含量 加上它的品質又是 比較好的半月末 就是你吃起來還是真的有差別 好接下來我要說的是這個水溶片 我平常其實不怎麼喝太多水溶片 可是我在Covid的時候 因為它涼涼的 然後你泡水之後 它會 還會有氣泡的感覺 那我每次就是一片這個 然後我會擠一顆檸檬 然後放在一起 然後就是 就像一個飲料 可是它補充很多維他命跟控制 所以我在Covid的時候 我幾乎 每天我可能會喝兩杯吧 然後我也會讓你喝很多水 對啊 可是那時候你就是要補充很多啊 所以我就好這麼快啊 你看我才來一個禮拜就好了 我在你之後的Covid 然後跟你差不多時間好 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這會讓你不得到Covid 但是 擠好 Yeah 所以那些是我們的Picks 那些是我們的Picks July 哦July Oh my god July already 這是我們七月的Favorites 七月的最愛 就是常常用到 然後一個重複用的東西 有些是已經用很久了 然後有些是新找到的產品 所以 希望你們喜歡它 我會把所有今天說到的產品 都放在我們的簡介裡面 如果你們有非常喜歡的保健品 保養品 記得在評論跟我們分享 我們可以去試試看 Bye Bye